其实有时候像这样子的一种说法 不见得有评有趣 却可能已经伤害到形象 这件事可能也是一样 来看到这人跟连胜文也有一点关联 他是连胜文之前的特著叫做徐红婷 现在他要选台北市议员 却有名嘴爆料说 之前跟他在认识交换名片的时候 他从口袋里面拿出皮夹 竟然里面调出了保险套 你家里面有放保险套吗 我家里面没有放保险套 大家有兴趣 我现在可以给大家看 对不对 真的啊 真的哦 好啊好啊好啊 大方掏出皮夹 证件钞票信用卡提款卡通通有 那保险套在哪里 是拿起来的吗 收起来的吗 什么收起来的 完全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有需要的时候 自然我们就会去寻找他 尴尬到脸都红了 正在参选市议员的徐红婷 怎么会和保险套扯上关系 他记者会呢 人生要找一张悠悠卡 就叫旁边的助理 那助理就是徐红婷 叫徐红婷拿个悠悠卡给他 徐红婷就把皮夹拿出来 要掏那个悠悠卡的时候 不小心也是跑出了一个保险套 知道这个说法从何而来 那我也不清楚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 我说年轻人在从政的过程 刚出道 没有遭到抹黑 反而遭到抹黄 其实让我个人感到非常的无奈 笑容越来越无奈 痛皮根本是抹黄 鸣嘴上节目大谈政治人物糗事 竟扯到徐红婷 皮夹掏出保险套 让他急着否认 我当然会希望说 他能够帮我澄清 就还原事实的真相 到底为什么 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言论出来 我想提告倒不至于 因为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我在看里面 其实有更多人 应该会比我想要搞他 就怕被渲染影响选情 赶紧出面澄清 但其实名人掉保险套 还真有歧视 好莱坞明星 财客艾弗龙 走红毯 口袋掉出保险套 被拍个正着 实在求毙了 只是这次没图没真相 徐红婷的保险套 是真是假 恐怕只有本人知道 记得中文报道 谢谢保险套 烟烦烟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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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еф